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宗盛》 大家好 各位同学 今天要介绍《群子》的思想 我们如果把孔子当作一个点 而创始了人家 而孟子也當作一個點 發展了孔子的思想 兩個點形成一條線之後 就有左邊右邊 在這個線的左邊還是右邊 很多人講儒家喜歡說孔孟學歷 三個多講 尋者年代是比孟子晚了一段時間 如果你講年代的話 孟子年代比較確定 三七二到二八九 學子年代有各種說法 這是一個 他們兩人差了 就要近五十歲 學子獲得九十 是高壽的 很多人把孟子、孟子、玄子 當作先前儒家 這裡面有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首先你要界定儒家是什麼 然後再問 他有什麼核心的思想 這三個放在一起 他本身會不會有內在的矛盾 問題就在這裡 童子、孟子放在一起 完全沒有矛盾 我們已經充分介紹過他們的文本 尋者 尋者的思想有個特色 他在他的著作裡面 有一邊叫做《性惡》 就針對孟子的性善 來加以反駁的 他的反駁能不能成立 我們稍後會加以說明 但是這麼明白的一個對立 他在非十二子邊 批評十二位哲學家 就把子思孟子當作他批評的對象 他對孟子的學生 指張、指由、指下、三位 直接說他們是劍奴 卑劍的見 所以這樣一個人叫做《性惡》 他適得放在孟子孟子之後 說他們現在是劍奴嗎 而更重要的問題是 《性惡》對天的概念 我們都知道 一位哲學家 他的思想要成為系統 他需要有一個 超越於自然界跟人類之上之外 這一個概念 用語說明自然界跟人類充滿變化 他的來源跟歸宿是什麼 你不說明那沒關係 你成不了一個系統 人活在世界上只是活著而已 怎麼樣活著比較愉快 比較健康 比較輕鬆 那各有各的說法跟做法 但你不能成為一個哲學系統 因為哲學就是要做一個 合理的解釋 所有一切的變化 他的根源是什麼 變化最後的歸宿又在哪裡 你不解釋 那你可以做社會學家 心理學家 甚至更狹隘的自然科技家 我就研究我觀察的對象 那作為哲學的話 他愛到智慧 他要探討最根本的道理 道理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就這個方面來看的話 首先要界定什麼是儒家 我們對儒家的研究 給他外在三點描述 跟內在三點主張 外在的三點描述 第一,尊重傳統 儒家一定尊重傳統 因為中國的六經 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六義 就是來自於儒家學者們 不斷地在教學跟研究跟發展 所以他尊重傳統 因為六經是古代的東西 那麼 第二個 他關懷社會 儒家他在從事各種修養 學習努力之後 目的都是要投入社會 改善這個社會 造福慣性 沒有例外 從孔子在 《圍語》裡面的 第十八篇 《圍子篇》裡面 跟幾位隱士的對話 看得出來 儒家的立場是 鳥獸不可以同群 無非私人之徒語 而誰語 所以這是儒家的立場 一定要投入社會 儒家總認為 人的社會 讓人擔心 所以 在孟子書裡面 也清楚引用 天降下民 做之君 做之師 君君師 有政治上的領袖 還需要由老師來教 所以孟子也說 一個人如果不受教育 就跟禽獸差不多了 禽獸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而是過難的生活 他不需要去思考 人生的應該如何 而人作為人 他就是會想應該如何 結果他有自如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談到第二個 關懷社會 關懷社會 是儒家的標誌 但是怎麼關懷社會 是為了達到關懷社會的目的 而不擇手段 還是說我虛擾不到一個時候 有機會我就先關懷 最後變成是以權謀私 以私害公呢 那是別的問題 第三個是什麼 他關心下一代 重視教育 因為教育才能夠符合儒家 不能做君 他要做師 做老師 那麼這一方面是針對未來 所以在時間的三個項度裡面 過去 現在 未來 儒家完全能夠照顧 所以在歷史上 大部分的學者跟做官的人 都屬於儒家 因為外表上都差不多 他好好的學習去考狀元 這也像儒家嘛 尊重傳統關懷社會 然後最後呢 有些人當老師 或者說透過政治來教化百姓 但這只是表面 表面上看的話 所有在檯面上的入室 都屬於儒家的性格 但是呢 你是不是儒家 還要看三點內在的主張 這個才關鍵啊 第一個是 只要是儒家都肯定 人皆可以成為君子 注意可以這兩字 可以代表對人性 有一種明確的肯定 說人他有能力 可以成為君子 這個能力是天生的 這是第一點 所以這一點就不同於別的學派 有的學派認為人 就分為階級嘛 有些人是受統治的 你不要希望他成為什麼樣的君子 那君子就變成統治者 好像天生就有某種特殊的條件或背景 第二個更重要 人都應該成為君子 應該這兩個字 就代表什麼 你沒有選擇餘地 不為君子變為小人 你不能說我在中間不行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一個人 只要真誠的話 他這一生始終會覺得不安 覺得不滿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成為君子 就要像孟子說的 孫是什麼樣的人 孫的作為這麼偉大 那我為什麼不能跟他一樣呢 叫做君子有終身之憂 一輩子都在擔心自己 沒有成就到完美的人格 這就是什麼 這是應該成為君子 那別人沒有成為的話 我也要設法精力做 我能保障自己去努力做 那對別人怎麼辦 就有第三點 當一個人成為君子 一定會影響別人身邊的人 也設法成為君子 像孫 孫自己要做一個君子 必須孝順 必須有愛 但他不能保證他的父母 跟他的弟弟也成為君子 他只能盡力而為 那這種盡力而為呢 會使得他的周邊的人 從家人開始 由盡道遠 也慢慢成為君子 因為別人的影響 你看到一個人這麼好 你怎麼能不相對的 有一定回應呢 就要像在大學裡面描寫 小人閒居為不善 無所不治 這句話就是到大學裡面 對人性的看法 是非常悲觀的 小人平常過日子 就做不善的事 無所不治 沒有什麼壞事不做的 但是見君子而後儼然 什麼意思 看到君子之後呢 就覺得自己不好意思 然後把自己的不善遮蔽起來 顯示自己也做一些好事 大學裡面這樣說 為什麼君子會讓小人 有這樣的改變呢 因為他受到影響 叫做見到別人這麼好 你再這麼差說不過去 所以這三點 那這個三點裡面有一個基礎 就是人皆可以成為君子 在這個地方 你是以什麼樣作為你的論述的基礎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孟子說性善 說的是性向善 真誠就會讓你不去行善 心裡不安心裡不忍 這是孟子的立場 從孔子到孟子 像載我不肯守三年之傷 孔子說與汝安呼 所以孟子從這邊接過來發展 非常的精準 那荀子不一樣 荀子他是把握到外在的三點 因為時代更惡劣了 他越來越接近誰呢 秦始皇統一中國那個時代了 公元前二二一年 所以對荀子來說的話 變成時代的壓力很大 社會太亂了 但是呢他是有名的老師啊 還到楚國做過藍林令啊 所以在齊國的季夏學士裡面 荀子多次擔任什麼 等於是擔任這個中央軍院院長一樣的 這樣的職務 所以這荀子在社會上的發展 是相當不錯的 製造比孔子孟子要更多更好 而荀子他對於傳統的肯定啊 也是非常鮮明的 第一個他尊重傳統 他強調的是什麼呢 禮 他為什麼批評孟子呢 因為孟子強調的是人 人意的人 我們都知道講孔子的時候 我們用四個字叫做成禮起人 禮代表周公之禮作樂 孔子崇拜周公 因為禮樂使人的社會呢 有一種價值上的安定 禮化樂崩之後呢 價值失去基礎 所以儒家才要強調真誠 價值基礎由內而發 而不再由外而來 由內而發的話 每一個人行善都是出於 內心的真誠產生的力量 要求自己行善 他的快樂也因而由內而發 所以孟子會說 你如果反身而成樂莫大焉 這都是很一貫的思想 那荀子認為說 孔子他表面上也尊重禮啊 對禮非常重視 他教他的學生言言說 什麼叫人呢 課己副禮為人 你就算把課己副禮 照我們的解釋 能夠自己做主 去實踐禮的規範 禮的規範是客觀的 你要自己做主變成主動 那是你個人的修養 那禮的規範是客觀的 這荀子對於禮跟人這兩端 他認為孟子走得太偏了 太強調人的話呢 會強調先天具有某種道德 也就是後面所誤會的荀子 像荀子的說法一樣 把孟子誤會成 把他講人性本善 好像人有某種先天的道德性 其實孟子說的是新的事端 那荀子他批評孟子的時候 好像沒有念過孟子的書一樣 直接就兩個字 性善來加以批判 說說你看人性本善 這不可能 所以呢 荀子把這個禮啊 充分發揮 古代談到禮的時候 沒有人講得比荀子 講得更完備的 禮有三個本 天地者 生之本 先祖者類之本 君師者智之本 什麼意思 萬物都來自於天地嘛 天地生萬物啊 這是詩經裡面最早的信仰 所以它是生命的來源 先祖者類之本 我們人類啊這一類 是祖先傳下來的 但是不要忘記 天地早就存在了 祖先早就過去了 剩下的是重要的其實是第三個 君跟師 是智之本 社會要安定 需要國君跟老師 但是老師很多很多很多 國君只有一個 所以焦點就放在君上面 這荀子的走向 到後面就強調禮的制度 是維持社會的穩定 這基本上是沒有錯的 但是它對於禮的三本分析之後呢 你怎麼樣呢 上是天下是地 尊先祖兒 龍君師 最後三個是最重要 龍君師 把國君跟老師的地位 無限提高 最後只提高到君的位置 因為老師是一個範稱 君是一個單稱 你說老師誰是老師啊 各位同學將來也變老師了 但是君的話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君 所以所有的焦點到最後就放在 你的目的是要讓國君 方便他穩定社會 這一下就走偏了 為什麼 因為國君是現成的嘛 照這個古代的家族傳下來的 你看當時還有七國在爭霸的時候呢 各國都有祖先傳下來的根據 一般老百姓你說成為君的 那還沒到那個程度 那時候還沒出現秦始皇把各國都滅了 也還沒到那個程度 所以這個君就是要維護當時的統治者的一個政權 所以群子的思想從這裡開始有他的一個發展 他強調理啊 他其實講的很有道理 講理講的最好就是群子 他說理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叫做養 第二個叫做別 每一個人都要活下去嘛 當然要養人之欲 己人之求啊 人的慾望你不能不養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理呢 就要適法讓每一個人啊 平均的分配到某些基本的生活條件 養人的慾望 這個養代表調節 不是養喔 真的養你養不完的 調節調養你的慾望 己人之求滿足你的這個是追求 所以他提到理就是 養人之欲己人之求 第一個字叫做一樣 讓大家都活下去 你沒有理的話 你沒有明確的區分 大家都活不下去 一爭奪就亂了 一個時候為什麼需要理呢 有理的話就有基本的規定嘛 長幼尊卑都分清楚 然後呢 該怎麼 什麼條件 過什麼生活 都分清楚 大家都可以各安其位 過他的生活 但是不能忽略第二個字叫做別 分別 譬如說貴賤有等啊 長幼有差 等差 你不能說大家都吃一樣的 那不行啊 有些人勞心啊 他需要吃特別多啊 同學們說錯了吧 應該勞力吃得特別多吧 我以前也這樣想 我在美國唸書之後才改變了我的觀念 我在美國唸書啊 不知道為什麼 我特別好 沒有任何體力勞動 每天只能唸書 一下就餓了 後來才發現說 用腦袋消化的時候 那個食物啊 這個很容易消化掉 我當時有一個好朋友 我在寫論文那一年 每天晚上去他家吃飯 每天晚上 這叫做好朋友 在你最需要的時候出現 他兒子才三歲 去年結婚了 每天見到我就說 傅伯伯你又來了 他媽媽就說 不可以這樣說 要說傅伯伯歡迎你來 很好的家教 這個小孩後來念法律 跟他父親一樣 他爸爸當過監察委員 是我在耶路念書 最好的三個朋友之一 但是有時候你要回報 真的來不及 各自發展得都不錯 你去回報誰呢 所以有時候你說 誰對你好你要報恩 人家對你好 他比你還有本事 你要報恩也報不了 所以像這個都是後話的 所以這種叫做什麼 尊卑 這是有等 長遠有差 後面是貧富輕重皆有秤 秤代表相秤 你窮人過什麼生活 有錢人過什麼生活 輕跟重該分辨好 一個社會的別 如果沒有的話 那不是大家都一樣 那社會不就 沒有人要去努力奮鬥嗎 大家吃大鍋飯 你做得好給你一塊 做不好給你一塊 那誰要做得好呢 所以這個養跟別兩個字 就是尋子強調理 最重要的地方 這些都講得很有道理 但它最後偏向什麼地方 偏向王制 就是軍王的制度 到最後就變成是 這個要維繫一個社會 你就必須考慮本末輕重 重的就是那個國軍 他穩定的話 他如果用一個禮跟法律 來治理國家的話 那國家就安定了嘛 所以你要想盡辦法 讓國軍願意用禮 願意用法來治理 但國軍基本上 都是不太願意修養的 他都叫別人修養 所以尋子這個理論 要實現不容易 你把希望寄託在國軍 那一個人身上 通常都會失望 都會失敗的 但是你按照當時的情況來說 尋子有別的辦法嗎 他又不喜歡孟子的那種人證 孟子那種說法太慢了 透過教育 慢慢啟發一個人的良知 那要等到何年何月 海事何清 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是 對這個尋子來說的話 反不及及 還不如接受現狀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政治結構 我就掌握到最上面的 他這個需求 讓他願意接受 某些老師的建議 然後呢 來推行一個合乎 你的要求的社會 那如果你說在尋子思想裡面 理最重要的話呢 他甚至很多次把理等同於道 各位知道 道是儒家道家都非常推崇的一個概念 儒家的道是人之道 正確的道 道家的道是另外一個層次 將宇宙萬物的來源跟歸宿的 選子甚至把道等同於理 你問他 什麼叫做道 道到最後就是理啊 理的體現 理就是道的體現 那這一來的話 別人問他說 那理最後怎麼來的 他在理論裡面也很公開的說 我這邊寫了一句話 理是百王之所同 歷代的一百個帝王 這太誇張了 就是各個帝王都相同的 就是理 古今之所依也 古代到現代 只要有人類的社會 就靠理來維繫 但最後一句話就有問題了 為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沒有人知道理怎麼來的 選子也很誠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從這邊就要接上 他對人性的探討 所以我們簡單 先把這個探討的結果做個說明 選子整個的思想內容非常豐富 你說他講教育 講教育也沒有人講得比選子好 第一邊勸學 第二邊修身 第三邊不苟 第四邊融入 一步步下來叫你學習 叫你修養 誰講得比他好 這麼有次序 講學習我們都會背了 青春於藍而勝於藍 冰沉於水而寒於水 看到沒有 靠學習嘛 你靠博學 不但博學 又用在自己身上的話 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不斷地學習 而這個學習啊 是對人的幫助太大了 一直到老到死為止都不能停止 所以透過學習呢 人的生命的改變 讓自己都驚訝 你看到那個蛇啊 一段時間就退皮 人也要跟那個字 他又就那個字 叫做退 退皮的退 那字其實念睡了 大家都念退 我念睡你反而不知道 我念在念什麼字 給一段時間就要像蛇 退皮一樣 皮退了 又變成新的格局 徐子說的 他講的沒錯 人如果不學習的話 他那個天生的理性沒有作用 不學習之後呢 他絕不可能改善 我怎麼可能讓自己變得一個更好的我 而我不知道什麼叫更好的我呢 那你學習開始是誓 讀書人 最後是要成為聖人 什麼叫聖人呢 四個字 積善全境 成為聖人 代表善是需要累積 累積 累積就跟念書一樣 每天讀一本 每天讀一本 每天到最後累積到一個時候 接著全境是代表行為 我把這個所學到的善 全部做到的 那就成為聖人了 所以他的聖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後天的 這個很明顯 但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當你描述這一些有關學習 有關修養的時候呢 你要問 那人性是什麼 真正的哲學家 就在這一點上分辨 循子說的一切都非常好 但他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一個人非修身不可 非學習不可 我們就講培養德行好了 為什麼一個人非要成為君子 為什麼 循子只說成為君子對大家都好 這種解釋叫做結果論加上效益論 我們講哲學的時候有所謂結果論跟動機論嘛 比如一個人行善 他只注意善的結果 而不管心裡面的動機 這是一種 結果好什麼都好 我在德國待過一段時間 一句德文成語終生不忘 叫做Ende gut Ares gut 結果好一切都好 你前面再怎麼哭都不算了 這就是結果論 那結果論有什麼缺點呢 動機你看不出來 像大家都拼命說這個是描繪將來的遠景 好像台灣很快經過選舉之後就變成烏托邦了 理想國了 那事實上能不能成為呢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結果論的話呢 你忽略動機的話 人可能在這裡變得更為深沉狡詐 你永遠不知道別人心裡想什麼 那很可怕 對人來說你在修養只看結果 有時候人就做戲做秀嘛 就跟荀子說的 人是性惡其善者 惟也虛惟的惟 但這個不是指虛惟喔 是指人惟嘛 我做出來給你看的叫做善嘛 我本性是惡 但這個惡也不是你所謂的惡 所以研究一個哲學家一定要先澄清概念 要不然你說 孟子姓善錯了 徐子姓惡就對嘛 你沒有 善惡是兩個概念不能分開的嘛 所以呢在這裡呢 你說 他要你這個 透過修養自己 他強調結果論 就是說這個結果是正理平治天下安定 所以你要學習你要修養 在自己適當的身分跟地位上過你的日子 要維持社會整個的秩序 第二個叫做什麼 效益論 我現在問你為什麼要排隊上車 因為排隊上車對每個人都好 都上得了車 所以你應該排隊上車 不是因為你喜歡遵守秩序 而是因為你要達到那個效果 效益可以讓大家都上車 因為你可以觀察社會 大家都擠的話呢 沒有人上這輛車 大家排隊都上這輛車 這叫做什麼 你該不該排隊 沒有什麼該不該 因為排隊對大家都有利 這叫做效益論 而不是說我應該排隊 所以我要排隊 那你看到別人不排隊 你能跟他說你應該排隊嗎 他說我又不是義務論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話呢 是不是 所以一個社會的發展 照群職的觀察 一定走入效益論 就是大家都手裡種法 那對整個社會都好 大家安定嘛 過日子嘛 你一鬧都亂掉的話呢 那怎麼辦呢 誰都不能好好吃飯了 所以這叫做什麼 效益論 跟孟子當然不一樣啊 孟子是什麼 孟子講的是我真誠由內而發 我知道應該如何 由內而發 而不是考慮說這個有沒有效 那個有沒有效 所以孟子有什麼問題 各位開始注意到了 孟子講這個有沒有效 那個有沒有效 那你就要問啊 在什麼時代 什麼理論 什麼政策 對它是否有效 那就需要長期的研究啊 並且對假的社會有效 對乙的社會未必有效 那怎麼辦呢 並且你講說對誰有效 可能是多數人 那少數人怎麼辦呢 這裡面有重重的問題啊 荀子都沒辦法解決了 沒辦法解決 那麼這個時候你說你應該修養 荀子只跟你說你要如何修養 注意喔差別就在這裡喔 荀子只告訴你如何修養 所以講勸你學習 沒有人講的比荀子好 蓬生麻中不服自職 白沙在孽不染自黑 環境嘛對不對 你說聲音要讓別人聽到 山上一喊別人聽到 在底下喊不喉嚨沒用啊 奇蹟是欠你馬 再怎麼會跳 也不過一跳跳得十步啊 那這奴馬實駕公債不捨 再笨的馬再沒用的馬 我跑十天只要不捨棄 棄而不捨 最後可以跑到啊 你牽你馬你跳兩下不跳的話 那不是龜兔賽跑嗎 看到沒有 在荀子書裡面各種成語啊 多得不得了 他的文章寫得是好 那沒話說 戰國時代那些人寫文章寫得好 那真是精彩之志 但是你要知道 寫文章寫得好就有一個缺點 我在寫文章 看到沒有 孔子孟子說的話 有時候好像不太順耳 為什麼 真心話 有體驗說出來的話 徐子寫的文章寫得太好了 你一看就知道是角柔造作 堆砌遲早 舉例的時候一定要舉幾個 然後來互相再對稱 你一看就知道作文比賽第一名 你真正的思想何在 我要問只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叫一個年輕人修養 你可以談兩個重點 第一個如何修養 第二個為何要修養 這才根本啦 講如何修養 沒有人講得過荀子 勸學後面就修身如何修養 沒有人講得過他 但他沒有告訴你為什麼我要修養呢 他只能跟你說為什麼你要修養嗎 因為修養對你有利喔 對大家都有利喔 那問題是如果有些人他不修養 他有利那怎麼辦呢 善惡有報應嗎 誰能保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沒有人 所以徐子的問題在這裡啊 他跟孔子孟子不一樣 就在於說他強調如何修養 強調禮 他對於那三點 我們所說外在的這個表現 徐子充分的證實他屬於儒家 但是呢 如果你問說那為什麼要修養呢 修養到最後要到什麼程度呢 所謂的人應該成為君子 這個應該有什麼代價呢 徐子在這個時候就變成有一些矛盾了 為什麼 他一方面也說 人跟禽獸不一樣 他舉出兩個重點 第一個 我就直接唸了 水土有氣而無聲 草木有聲而無之 禽獸有之而無意 道義的意 人有氣有聲有之 意且有意 故罪為天下貴 說得多好 這是分類標準啊 從水土到這個 或者土石都一樣的 礦物到這個植物到動物到人類 分為四個層次 那人類跟萬物不一樣 就是說我底下這些 我還有道義 如果你按照亞里斯多德的定義 要定義人 要找出人跟其他動物的差別的話 那徐子顯然是找到了吧 人有道義 徐子又說 人之所以易於禽獸者 以其有變分辨了變 這兩句話就夠了 代表徐子已經發現 人跟禽獸的差別 一個是只有人類才有道義 只有人類才能分辨善惡是非 那這兩點合在一起的話 那不是跟孟子差不多嗎 人性向善啊 你只要真誠就發現 我可以分辨善惡 我會要求自己去設法講究道義 但是徐子不從這裡下手 這是他的問題了 你一方面發現人類跟萬物不同 徐子的思想學問非常好 當然知道怎麼分類啊 你分到最後發現 人跟禽獸不一樣的地方 但你為什麼不從這裡下手呢 你從這裡下手的話就會發現 那麼人跟禽獸的差別 在於易跟變 那好了 人就應該表現人性的特質嗎 他沒有 他回到講人性的時候 還是生物性為主 本能嘛 欲望 衝動 就是講到人性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要問 徐子也強調 為道義而犧牲生命啊 他有一句話 是這個最標準的 我們講儒家 提到應該這裡的時候呢 常常提到一個 孔子說 殺身成人 孟子說 舍身取義 舍身取義 那跟孔子孟子說的不是差不多嗎 跟孟子幾乎一樣了 提到義這個詞 這代表 也知道 作為儒家 要為義而犧牲生命 但是問題是 這個要求從何而來 問題就在這裡了 孟子說 我的心就有四端 所以我不做到的話 我簡直不是人啊 我想活著 生是我所欲也 義 義是我所欲也 兩者不可得間 舍身而取義 那徐子來說 他也知道災難是我害怕的 但是 必要是為了義 我也可以不逃避 為他而死啊 代表這些地方 都屬於儒家的思想特色 那他為什麼在人性方面 跟孟子有這麼大的奇異呢 一般的認為是 徐子受到道家的影響 什麼影響 天的概念完全被轉換了 我們說偷天換日 孔子講知天命為天命 孟子說 天降大任就要磨練你 要給你使命啊 這也是天命啊 他說天要治好天下 當今知事舍我其誰 這也是天命啊 所以孔孟的天 都是一個超級主宰 就是符合詩經書經裡面 那個天作為至上的神的那個天 徐子的時候那個天呢 變成基本上是自然界 你看這邊就知道了 天地者生之本 你把天地兩個字合稱 就代表自然界 那這是誰用的 老子用的最直接 老子講自然界用四個字 天地萬物四個字 講完了 老子的天 基本上不具有超越性 它的超越只在於說 當他說天之道的時候呢 可以包括整個自然界 用天一個字做代表 所以老子的天跟庄子的天 道家的天都是自然界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更高的叫做道 道家的道是超越的 也是內在的 這又是道家系統是完整的地方 它的天地成為自然界 就不夠超越 徐子是在老莊之後 受到道家的啟發 徐子學問好得很 就什麼書都念 念多了有時候就會出狀況 什麼狀況 不同思想你融合不起來 產生了內在的矛盾 它的矛盾就在於說 他把孔子孟子的天 變成自然界了 那就糟糕了 他這邊受到家的影響 把天變自然界之後 他缺乏一個真正超越的東西 他又不接受到家的道 徐子的道還是屬於人之道 他對於到家的道 他沒辦法欣賞 什麼那種道是 這個生出天地萬物 自本自根 那個徐子沒有興趣 我們怎麼知道 徐子受到家影響呢 他有個學生叫韓非 韓非子的書裡面 就有兩邊 叫做解老跟育老 解是老子跟比育老子 就是說明老子的各種 這個相關的故事 讓你了解 所以韓非子是法家嘛 典型的法家 但是韓非子居然也蒙住了誰呢 司馬遷 所以司馬遷的史記寫 老子韓非列傳 其實中間加了兩個人 叫做莊子跟生不害 所以應該是老莊生韓列傳 但是老子莊子生不害三個人加起來 還比不上寫韓非子的一半 那他寫韓非子的時候呢 還說他是學老子的 司馬遷也這樣認為 韓非子怎麼學老子呢 當然你不能否認他可以學任何人 他學了老子之後 把老子拿來再轉換一下 老子的是道德經 他就把德經放前面 所以現在地下出土的這個老子的版本 大部分都是法家的版本 什麼意思呢 德經放前面 道經放後面 就是韓非子的書裡面就很清楚 他的節老預老都是德在前 道在後 那你看王必註解的 那麼你看王必註解的老子呢 就是道在前 德在後 這是道家的原來的版本 為什麼 道是根本 德是應用 你把德放前面 顯然是偏向法家我先生看怎麼用 然後道呢放到後面再說 那這是跟荀子有關的一些背景 那麼你如果說要再進一步強調 說這個到底荀子的思想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兩個地方 第一個 對於人性的看法 他直接針對孟子的性善來批判 第二個 對於天這個概念 他跟孔孟截然不同 這兩個核心概念不一樣的話 那荀子的思想顯然是走到另外一條路了嘛 這也是為什麼荀子有兩個學生 著名的學生 一個是李斯當秦始皇的宰相 一個是韓非是法家的代表 原因就在這裡 那你如果把孔孟循都當做儒家 基本上我不能接受 我認為荀子作為儒家只是表面而已 所謂的外在的三個描述 荀子完全合格 那內在三個描述荀子也提到過 但是呢這裡面就會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譬如最簡單的問題 人為什麼應該為道義而犧牲呢 為什麼 荀子沒辦法講出理由來 為什麼要為道義而犧牲 那孟子可以說啊 孔子可以說啊 用人性向善 我為了善而犧牲反而是完成嘛 荀子只能說什麼 孔子說殺生沉 注意沉這個字 孔子說殺生取 注意取這個字 荀子說什麼 君子謂化不必義死很勉強 不逃避為一而死 他沒有成就任何東西啊 只是說我該死的時候只好認得 因為孔子說過殺生成人嘛 他為了繼承孔子 他跟孟子真正同 他也只好說我不逃避為一而死 不像孔子孟子有成有取 那種積極的態度顯然是不一樣的 我們研究一個學者最怕什麼 最怕冤枉他 我也是很怕自己冤枉尋子 所以這兩天特地認真看了荀子的書 發言他寫那個勸你做學問 同學們念書 念勸學編 念修身編 是最有收穫的 但他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人應該學習 應該修身 哲學要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好 那麼同學們 因為今天十二點鐘 就要讓同學們下課 就討論其中考的問題 助教已經跟我說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 我辛苦一點 不下課了 同學們辛苦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辛苦 好 荀子有一邊叫信惡 信惡編 那這一邊在說什麼呢 這一邊就是明明白白 針對孟子在書裡面提到的信善良知來說的 你很少看到有一位學者 會針對別人說的良知痛加批判 而不解釋他在說什麼 其實我這幾十年也碰到類似的情況 別人只聽到我說人性向善 大家都起來批判 從他不說明我在說什麼 好像是泡一說明之後就可能說服他的讀者了 讓他們就相信我說的是對的了 荀子做完全一樣的事 所以這種事情自古以來 古以有之於今為例 荀子把孟子的信善兩個字故意講成人性本善 注意喔 清楚沒有 所以他根本不給孟子辯解的機會 他也沒有替孟子的理論做任何一點點說明 只從字面上孟子曰信善 然後就說什麼 你看第一個 你要知道荀子這邊說什麼 第一段當然是荀子文章寫得好 什麼意思 一開中明義就把立場標清楚 然後中間舉很多例子來說明 最後再做個結論 這文章寫得真好 你要寫文章就要跟他學 孟子曰 人之性惡其善者畏也 這個畏不是虛畏喔 是人為 他說人本性是惡的 善是人為做出來的 盡人之性生兒有好利焉 注意 性惡是指什麼 第一個好利 順事故爭奪生兒而慈朗亡焉 生兒有極物焉 好利大家都知道吧 好利之後就要爭嘛 有好處就要爭啊 什麼叫急悟呢 急悟就是忌妒別人 討厭別人叫急悟 順事故禪賊生兒忠信亡焉 看到沒有 你好利想對自己有利 你急悟你討厭別人比你好 禪賊生兒忠信亡焉 第三個生兒有耳目之欲 有好身色言 這是什麼感官本能的欲窮嘛 所以荀子所說的人性是指什麼 第一個生下來在社會上就會好利 就會急悟 就是見不得別人好 然後自己本身希望得利 這是一種人的生物性的一種需求 他有耳目之欲 他有好身色 喜歡聽好的聲音 看好的顏色 順事怎麼樣呢 淫亂生兒 理意文理亡言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 必出於爭奪 何於泛糞亂理 而歸於暴 這是標準的結果論 什麼叫結果論知道了吧 你順著每一個人都這樣子 好利及悟 然後耳目之欲 然後這個好身色 順這個下去的話呢 一定怎麼樣 一定是爭奪 泛糞亂理 而歸於暴 暴就是暴動暴亂了 這是標準的結果論 這個結果不好 那怎麼辦呢 就要設法給你一些什麼 故必將有施法之話 理義之道 四個字 施法 理義 要有老師 要有法律 要有理義 要有義 這四個字可以分開說 然後出於辭讓 何於文理 而歸於智 智 這也是一個結果論 你要讓結果 對大家都好的話 就需要有施法 需要有理義 這很簡單 不是你自己向善喔 不是你自己什麼人性 有什麼正面的價值喔 不是的 而是你看效果 看結果 採取效益主義 對大家都方便 都好的 那你就要好好的約束自己 有老師 有法律 有理有義 他接著說什麼 功後必將帶引瓜 針腳然後直 彎曲的木頭啊 引瓜就是把它揉一揉 直一直 針腳把它這個針一針 把它矯正 那麼最後把它弄成直的了 盾金必將帶龍力然後力 盾的金屬啊 要把它磨力 這龍力一看也知道 就是磨力的意思 就變立了 金人之性惡 必將帶施法然後正 得理義然後治 無施法則偏想而不正 無理義則備亂而不治 這話也有些道理啊 但是你把人性說成是 那種彎曲的木頭 很鈍 就是這種這個是 鈍代表不夠力 很鈍的兵器這些 那你沒有經過後天的 注意後天 沒有經過後天的加工 你就會有 就根本沒用了 根本會有問題的 古者聖王以人性惡 那你就要問呢 聖王是誰 如果人都性惡的話 聖王怎麼來的 講簡單講聖人好了 因為古代的聖人 跟帝王是合一的嘛 其他人根本沒有資格成為聖人 這個身份啊 對不對 你當聖 你當王 兩個配合起來 因為你在領導 另外一個人他再怎麼聖 他不是王沒有效果嘛 所以他就要合稱聖王 那你就要問呢 如果人都是這樣的性惡 聖人怎麼來的 徐子怎麼解釋 聖人比較聰明 聖人經過長期的觀察 歷史的長期的驗證 最後發現說 沒有施法沒有禮義 最後大家同歸於盡啊 那如果說聖人比較聰明 他就問那怎麼辦呢 怎麼樣不要讓大家 都是發展那種生物的本能 最後同歸於盡呢 我們就要設法怎麼樣 有施有法有理有義 這樣大家守規矩啊 社會就安定了 所以聖人並不是天生的 具有某種特色的 聖人跟一般人一樣 因為講人性的時候 你不能說聖人生下來 就有聖人之性 這個不能夠成為理論的 那你只能說 聖人他比較聰明 他看到了人類社會 照這種發展結果是惡的 那你為了避免那個不好的結果 你只有設法先設計一些什麼 一個字講的話就是理嘛 你把理設定好之後呢 裡面有禮儀 禮節儀式 裡面有生活規範 有等差的階級 那你在這個禮一旦出現的話呢 就可以避免那個 本來是惡的結果嘛 許你對聖人這樣解釋 這樣解釋的話呢 跟孔子孟子真的是不一樣 那你可以問孟子說 那孟子你的聖人怎麼來的 還記得我說過順那一段嗎 孟子說的 順在深山裡面 本來跟野人一樣啊 但他比較真誠啊 甚至是最真誠的 文一善言 建一善行 若覺江河 佩蘭莫之能欲 所以你講人性向善的話呢 一個很真誠的人的話 所以你要問 孟子的聖人怎麼來的 最真誠 所以他就表現出這種 對善的一種本能上的需要 群聖的聖人怎麼來的 最聰明 差別在這裡 看到沒有 最聰明 看到說如果這麼照 本能發展最後是惡 所以呢 我們來設計一下 把這個理啊 規定設法找出來 所以接著看以下一段 看到沒有 他開始提孟子的名字喔 孟子曰 人之學者其信善 什麼意思 他意思就是說 孟子說 人之所以可以學習啊 是因為他信善 看到沒有 人可以學習 因為他信善 這字面上有一點不太清楚 意思就這麼簡單 人可以學習做好事 因為他信善 所以他才可以學習 那群聖說 那正好相反啊 對不對 群聖說什麼 是不然 錯了 是不疾之人之信啊 而不察乎人之信 為之分者也 凡信者 天之就也 不可學 不可誓 注意這一句喔 這句是群聖的標準定義 什麼叫信 天之就也 天所生成的 叫做天之就 不可學 不可誓 不能說我學來的 我做到的 那才是信 不是的喔 學來的是外面學來 做到的是後天才做到的 那就不行 你生下來什麼樣子 就是什麼樣子 這叫做性 群聖這個說法 基本上我們不否認喔 西方人通通接受喔 就是所謂的 你不要犯了自然主義者的謬誤 但是西方學者有什麼問題 各位知道嗎 群聖的錯在於什麼地方 在於他把人性啊 當作你生下來具備的 生之畏性 這個基本上跟西方學者 完全可以配合 讓他忽略一點 忽略哪一點呢 為什麼在地球上 只有人這一類 他才有善惡分辨的需要 他忽略這個問題 好 同學們把這個問題思考一下 如果只有人類 才有分辨善惡的需要 代表善惡跟人性 必有某些關聯 因為別的動物都沒有善惡的問題啊 那只有人類才分善惡 那善惡跟人性一定有關係嘛 但是人性是生下來就具備的 他跟善惡有什麼關聯 所以為什麼我把孔子孟子 一定要解釋為人性向善 原因就在這裡 什麼關聯 不是本善喔 是向善 什麼意思 我行善心就安 不行善心就不安 你問孔子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 你從父母手上三年開始去思考 父母過世 你沒有手上三年 食夫道 依夫井 魚汝安呼 心裡安不安 這是儒家嘛 儒家作為一個學派為什麼重要 這一點西方學者普遍的來說 西方學者都要去思考的問題 也可以跟儒家學習的地方 西方學者學尋子 學不到任何東西 為什麼 你尋子說的西方學者都一樣有啊 西方社會沒有禮儀沒有法律嗎 沒有制度嗎 有啊 所以尋子說的西方學者沒有理由反對你 但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就是跟我們西方講的不同的語言 說出一樣的內容嘛 所以西方學者學的話 當然要學誰 當然要學孔子孟子嘛 尤其是孟子的文章比較完整嘛 學孟子的話你就要問說 再回到那個問題啊 我們一再重複這個重要的問題 人生下來是有什麼就是什麼 你不能再加上善跟惡道裡面去 這叫做我們都接受了對人性的觀點 否則就會犯了西方學者所說的 自然主義者的謬誤 在人的天生的本性裡面 加上善跟惡這種價值性的字眼 都是不合法的 你要加的話就變成宗教 所以基督徒可以說 人生下來就有原罪他是宗教 沒有什麼要商量的 就這麼簡單 這一點是普遍要接受的 這一點不接受的話 沒辦法討論問題 我再說一遍啊 人生下來是什麼 這叫做人性 不能加上善惡這種道德評價的字眼 這個對人性的自然狀態是不公平的 是不必要的 這一點我們大家同意 代表循子說的對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你要問說 那為什麼宇宙萬物裡面 只有人類才分辨善惡呢 你見過其他什麼動物分辨過善惡 沒有嘛 那為什麼只有人類分辨善惡呢 代表善惡跟人性 注意喔 這都變成人性喔 必有某種關聯嘛 那孔子孟子把這關聯說出來了 說你可以行善也可以為惡 那你為惡的時候心裡不安 你看 所以你看 人類裡面哪一張最重要 善惡之善嘛 是不是 因為你把善規定為守善惡之善 他的學生載我說我不守怎麼樣呢 孔子說你不守的話心裡安不安 載我說安 孔子對他就放棄了 如安則為之 然後後面就下手了 簡直不真誠 看到沒有 不真誠 你為了辯論當然可以不真誠嘛 你在滿街都是在競選 你說哪一個人真誠 哪一個人真誠 真誠的人不會去選這種東西的 所以這就是說明什麼 思考的邏輯喔 我一方面接受 尋子這種說法 信者天之救也 不可學不可識 這是沒有話說 對的 但是不夠 哪一臉不夠 那為什麼只有人類要分辨善惡呢 別的動物不用分辨呢 所以儒家為什麼重要 為什麼對於全人類都有幫助 不管你信任何宗教 你要思考人類的問題 一定要學儒家 否則你不知道什麼叫做真誠 產生一種力量 會要求你自己對於善惡的行為 產生安不安的一種反應 忍不忍的反應 這是儒家最大的貢獻嘛 那你這一點 我們用現在的話來說 叫做人性向善 有什麼不對呢 不是很恰當嗎 因為你不能用本善或本惡這樣的詞嘛 注意喔 尋子說信惡 他絕不是本惡論的喔 那要太冤枉他了 他的信惡什麼意思 耗栗 急悟 耳目深色 這怎麼叫做惡呢 但是問題是什麼 他這個本性呢 發出去之後呢 結果很壞 所以叫做他把它說成性惡 也不是本性是惡的 而是結果是惡的 所以聖人出來很聰明 看到結果不好 就跟你說 那好了 不管你人性怎麼樣 我現在要你設法去 透過人的理性可以學習 要設法去矯正一下 讓你善者為人為的 大家人為的善有什麼不對呢 反正我可以學習嘛 我學到人為的善 大家都有人為的善 各自有身分不同 地位不同 你要實踐的德行也不同 社會可以穩定和諧 這不是很好嗎 那你何必跟我多談人性呢 你談不談結果不是一樣嗎 我給你禮儀 給你法律 給你刑法 我們要知道 儒家師講的這個最早是德制嘛 在搖順到這個幾個偉大的地方 都是德制嘛 德制需要理制 在這個周公時代 把理制做出來了 理制需要是法制 所以法代表政策 孔子那時候已經覺得大勢所趨啊 導致以德而其之以理不見了 現在是導致以正其之以行 代表正就是法制 行就是行制 行法的行 不就如此嗎 荀子在這個時候還想說 我把理說清楚 看能不能夠恢復孔子當時的理想 但他的理不能說清楚 又沒有來源 不知其所由來 然後怎麼樣呢 理後面就是法 法理啊就是行 所以荀子的學生變成法家 是有機可循 甚至到最後變成行啊 行法多可怕 實際上這個就是他的背景 好 接著再看底下說的 他這邊說 理義者聖人之所生也 看到沒有 理義是聖人所製造出來的 人之所學而能 所事而成則也 是理義 你後天學會的 叫做理義 那麼 不可學不可事 而在人者為之性 可學而能可事而成 自在人者為之為 是性為之分也 看到沒有 這就是性跟為的分別 第二次又提到 孟子曰 正人之性善 監人之性善 將皆失上其性故也 他說什麼意思呢 他說人本來是性善的 他為什麼做壞事呢 他失去這個性了 說實在 孟子說的是失其本性 孟子沒有說失上其性 本性可以失去 性是不能失去的 好 那這個底下也是一樣 你看這邊的第四行 監人之性 積而欲保 寒而欲暖 勞而欲休 此人之情性也 所以 尋子的性是指情性 那種生理上的需求 情感上的需要 都屬於這個 底下說的 各位聽聽看 監人見長而不敢先使者 將有所讓也 老而不敢求息者 將有所待也 扶子之讓乎父 弟之讓乎兇 子之待乎父 弟之待乎兇 此二行者 皆返於性而 悖於情也 代表什麼 你啊 孝順啊 友愛啊 都是違背你本性的樣子的 順情性 則不慈讓於 慈讓則悖於情性 以由此觀之 人之性惡迷移 其善者為也 再說一次 性惡很清楚啊 善是人為的 你後天做出來的叫善 說實在 你一定講後天做出來的叫善的話 那你後天的結果叫做惡 這不是平等的嗎 所以這邊可以看出來 荀子的這個腦袋 有時候哲學家難免犯這樣的錯 打令主義有一種主張 就一定忽略 忽略自己也應該接受同樣標準的檢驗 打令主義只看別人缺點 沒看自己缺點 荀子這邊不是很明顯嗎 把孟子說成這個信善是本善嘛 好 再接著 你看這一頁的底下 人性惡的話 禮義怎麼來的呢 禮義是聖人之位 看到沒有 聖人製作出來的 聖人怎麼樣 底下就說了 工人啦 這個是做陶瓷啦 聖人積思律 席未故 你看第二頁的第一項上面 積思律 席未故 以身禮義而其法度 看到沒有 禮義法度是聖人製作出來的 聖人怎麼樣 最重要的是底下四個字 化性而其為 化性其為 為其而生禮義 所以各位知道 荀子的立場很清楚了 化性而其為 因為性本來是 造 性就是情性 就是欲望 發展出來是惡 所以你要化 化這個性其為 然後你設法有人為的做法 就有禮義 底下你看中間 孟子曰 人之性善 他就只講四個字 孟子曰人之性善 好像孟子這個人 不會替自己 引申他的理論 辯護他的立場一樣 然後曰 是不然 他說這是不對的 他批評別人真過癮 因為別人已經死掉了 所以批評死人是很愉快的事 他沒有機會再反駁了 我現在還活著 誰敢批評我 我氣跨埋 你就知道這個不容易了 因為我可以替自己辯護 你誤會我的地方 扭曲我的地方 我好容易指出來 但是孟子沒機會 所以我要替孟子說話了 他說你看 古今天下所謂算什麼 正理平治四個字 注意 我們學哲學的 一定要知道澄清概念 你不要以為 孟子跟荀子說的人性是同一回事 不是同一回事 所以他並沒有什麼直接的矛盾 那孟子說的善什麼意思 荀子說的善什麼意思 他各有定義嘛 你看荀子怎麼說 正理平治 完全強調社會的安定 所謂惡是什麼呢 偏顯悖亂 看到沒有 偏顯悖亂 社會的混亂 所以荀子是一個標準的社會主義 社會學家 對社會的關懷是很清楚的 好 底下我們就再接著看下一段 第二行 看到沒有 經孟子曰人之性善 所以 學者在信俄編裡面 適度提到孟子的名字 直接點名批判 那最後一邊提孟子說人之性善 說他錯了 什麼意思呢 說他沒有驗證 無辨何而服驗 做而言之 起而不可設 張而不可施行 其不過勝一哉 說孟子只知道在那邊坐著說話 一站起來 就不能夠實現了 也沒辦法去推廣這樣的思想 講什麼信善 根本行不通的 的確 如果把孟子的信善說成人性本善 確實說不通 根本說不通 但是可惜的是 就是到後面宋朝朱熙 還講人性本善 而當代很多學者腦袋不清楚 還跟著說人性本善 這是最大的悲劇啊 研究儒家最大的悲劇不就在這裡嗎 從尋子的文章可以看得到嗎 把孟子說成信善是人性本善 然後痛加批判 批判到最後呢 他不用問自己講信惡對不對 只說你看 我講的很有道理啊 我把惡界定為結果嘛 我從結果來看 我從人性是惡的 因為人性是什麼 各種慾望啊 情感啊 發出來之後爭奪 泛糞亂理 歸於報 這就是說 從性的發展到結果是惡的嘛 來看 從這個來說 尋子基本上也沒說錯啊 我先設定我要談的內容 然後按照我的邏輯推下去是惡啊 善在哪裡啊 善在於施法理義 那施法理義怎麼來的啊 人性是惡的嘛 善是人為的嘛 他沒說錯啊 施法理義是人為的嘛 一個小孩生下來再哭 他要吃要喝 在莊子裡面說過一句話 弟生兒兄弟 弟弟出生了 哥哥就哭 很有道理啊 對不對 哥哥本來是唯一的兒子啊 他名字就叫做弟弟啊 發生媽媽又生了一個 真正的叫弟弟了 他變成哥哥 誰要當哥哥啊 什麼都要讓 你哥哥要懂事讓給弟弟 那為什麼我要讓 是不是 讓 你知道人的本能的話 沒有讓這個字 為什麼要讓 有個恐龍讓鯉的故事很有名啊 對不對 恐龍讓鯉 多好的一個示範教學 有個爺爺跟他孫子說 今天跟你講了恐龍讓鯉的故事 好 希望你能做到 爺爺上街一買 哎呀 今天沒鯉 買一堆蘋果回家 叫小孫子先選 你選個蘋果 他選最大的 爺爺說 不是教過你恐龍讓鯉嗎 他說那是讓鯉啊 我說蘋果不一樣 好了 第二天呢 爺爺就買一堆鯉回來了 這兒子又選最大的 你怎麼鯉你也選最大的呢 他說我又不信孔啊 說明什麼 說明誰願意讓呢 馬路走到馬路上的時候呢 都是我讓別人走的 我不敢跟年輕人撞啊 年輕人走路真是很有威武啊 大搖大擺 我這一生 我上禮拜去什麼地方 真是很有趣啊 去到一個莊子裡面說一個典故 叫涵郸 各位知道涵郸嗎 在河北 我一上臺 我就跟他們當地人講 涵郸學部的故事 很多人好像沒聽過 說實在 這個你住在涵郸 怎麼會不知道這個典故呢 但是這個一般人也不容易記得 不然我現在考你們一下 涵郸學部是講誰的啊 你看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種典故你不念的話 它不會自動進來的 文化有什麼基因啊 文化哪裡有基因啊 你從小講中文這就是基因 那這個基因它還沒有發展 不能開發結果 懂中文要去學去念古典才有用啊 是莊子說的 壽林與子 壽林是一個地方 壽林這裡有一個年輕人呢 聽說涵郸人走路啊 抬頭挺胸 很威武啊 就覺得很羨慕 覺得涵郸人走路真是瀟灑漂亮 就到了涵郸去學走路 學了白天沒學會 又忘了自己本來怎麼走路呢 最後只好爬著回去 我講這什麼用意你們知道了吧 中國人自己的古典啊 好像不錯去學 學了白天沒學會 自己本來怎麼走路也忘記了 為什麼 你學西方的東西更多嘛 對不對 你覺得中國古代東西聽起來好像很不錯 你要學 學了白天學不會 就覺得說這個沒用 害我原來怎麼走都不知道了 這是我的用意啊 對於中國的國學 中國的哲學 要學 就要學得透徹 精準 否則浪費時間 消耗自己的生命 完全不值得 你為什麼學儒家 你學儒家就想知道一些孔子孟子 有學者說什麼話嗎 那種話你通通背下也沒用 學儒家就是要懂到基本的道理 他怎麼看待人的生命 所以這種外面三點比較容易 裡面三點主張是核心的 真的是人可以成為君子嗎 這個可能性是你生下來具備的 你為什麼一輩子都覺得對自己不夠滿意呢 你說你如果把他放到西方 福士德與魔鬼 跟他交換靈魂 只有一個標準的要求 讓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只要 你只要滿足我某些要求 讓我最後說這樣子很好 活在事業上很值得 靈魂就成交賣給你 那福士德始終沒有說 人的慾望就是貪得無厭嘛 並且更大的麻煩是 得到之後就覺得無聊了 這裡的蜀本華受到印度的啟發說得很對啊 人生只有兩種情緒嘛 兩種情況嘛 有慾望的時候很痛苦 慾望滿足之後很無聊 一生就在無聊跟痛苦之間擺盪 哪裡有什麼其他高尚的理想可說呢 你把自己問你解決再說嘛 所以蜀本華最後走上悲觀的路線 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你看全世界的人都在摸索 好 你今天有機會學到先情的儒家 你當然要問啊 到底他們在講什麼 怎麼描寫像我這樣一個人 該怎麼樣活在事業上 怎麼樣活才能夠讓自己覺得心安理得 活得坦坦蕩蕩 覺得做人值得 這是哲學的用意啊 你哲學 學儒家不就為這個嘛 為什麼他們在這麼多負面的遭遇 處在各種人生不順的情況下 還能夠那麼坦然呢 還能夠挺起胸膛 認為自己做個人是有價值的呢 要學這個啊 那你學會了我所說的人性向善 真誠作為一個基礎的話 那整套思想說出來你可以實踐了嘛 那你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呢 我們同時也尊重其他所有的正派信仰 因為信仰講的是生前死後 講的是人生某種無法解釋的 無法解決的基本的真理 那是沒辦法的事 他講這個 講了之後還要修煉啊 你信什麼宗教都沒用 除非你能夠實踐啊 那儒家他是怎麼樣呢 他對所有宗教全部尊重 因為你真誠去信嘛 那你實踐的時候 你還是要在人與人之間 適當關係裡面加以實踐啊 這又是儒家思想的可貴啊 任何一種宗教的這個派別 不管多麼樣的這個極端 多麼樣的這個叫做 基本教義派啊 原教子派啊 都不能夠找理由說我來殺人 我來消滅異端邪說這些 這是違反儒家的思想法 所以你把儒家學會的時候 對全人類都有極大的幫助啊 但是千萬不要說那四個字嚇死人了 叫做人性本善 所有外國人聽到你說人性本善 都會嚇一跳你在說的是誰啊 這世界上有誰是本善的啊 你何必說一句話 讓全世界人都做噩夢呢 因為你說人性本善 他說要就發現自己不是人 因為他不是本善了 他們做噩夢夢嚇醒了 糟糕有一群中國人十幾億啊 說他們人性本善 為什麼我有原罪呢 為什麼我的心是空的呢 那怎麼辦呢 那不是嚇死人嗎 你嚇誰啊 你真的相信人性本善嗎 你真的去實踐嗎 你怎麼實踐你告訴我 完全不能實踐的一種東西 也好意思這個在講台上 用麥克風大聲的說 寫文章大用力的寫 你何必做這種事呢 有什麼必要呢 你告訴我一個理由吧 講人性本善對社會有一點點幫助沒有 你告訴我 並且循止開始啊 就批判人性本善 白紙黑字就在這裡了 把孟子拿來當這個射箭的箭霸 這要做在哲學上叫做 稻草人的謬誤 做一個稻草人 上面貼兩字孟子 然後開始射箭 射死你 射了半天不是孟子 孟子沒說過這些話 孟子也不認為人生下來本來是善的 孟子多強調教育啊 保持暖衣 一聚而無教 則竟於禽獸啊 孟子說的話 那你尋此為什麼不跟孟子參考一下呢 孟子重視教育啊 跟我一樣啊 為什麼不說呢 不說半句 他在《非十二子編》裡面 直接批判子思是孟子的孫子 孫子這個無所謂了 孫子這個東西是血緣的關係 沒什麼特別的價值 像孟子現在最新的一個孫子 在美國出生長大 是一個美國人 前年這個季孔大典他跑回來 是一個型男 很帥啊 三十歲一個年輕人 是孔子的後代 記者問他說 你是孔子的後代 你讀過論語嗎 我沒讀過 這是聽起來 這會做噩夢的 孔子的嫡孫沒有讀過論語 中文都講不清楚 你要跟他講英文 他們反問他他才知道 那再往下呢 我們要讓一個外國人當孔子的後代 還是什麼 不知道從何說起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你知道嗎 一定是他們也認為 孔子很多思想過時了嘛 不好了嘛 所以自己信孔的人才不會說 我認真教你祖先的思想 為什麼 祖先的思想到了宋朝 經過朱西的註解 完全是朱西那一道 誰學誰倒楣 誰學誰倒楣 就那麼簡單 誰學誰倒楣 所以今天這個時代是一個 危機的時代 這是唯一的機會了 你再不掌握到這些 關鍵的思想的話 其實我講的今天寫了一堆 都是有關尋子的思想 你也知道 我們對尋子並沒有刻意扭曲他 他怎麼批判孟子跟子師呢 前面的子師他用三句話 是 是辟為而無類 幽隱而無說 秘喻而無解 簡直是只是跟孟子 不但腦袋不清楚啊 他們舉的各種理論啊 辟為而無類 就是辟代表偏邪了 為代表為常理無類 簡直是不成類 我們說這個人不是大體 幽隱而無說 幽影說一些神秘兮兮的 什麼聖人之於天道也 無說 簡直說不清楚 幽影就是說有些神秘的這種想法 記不記得神秘的想法 大人化之之為聖 聖而不可知之為神 神秘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上下與天力同流 其實荀子自己也用過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這八個字 他可以自己用 別人用他就來一個幽影而無說 避諱而無解 簡直是封閉在個系統裡面 沒辦法去解釋他 你看用這三句話批評子思跟孟子 辟諱而無淚 幽影而無說 避諱而無解 簡直這兩個腦袋不清楚 腦袋不清楚 居然還敢成為哲學家 子 子又代表哲學家 非十二子編 批判十二個哲學家 兩個是自己的前輩 還號稱是儒家的代表 說得過去嘛 用文章裡面出現了很多字 叫做什麼 俗儒 漏儒 賤儒 都他用的字 他自己是儒家 別人就變成俗儒 漏儒 賤儒 然後大儒 雅儒只有兩三個 他認為自己什麼 到最後面更誇張的 孔子行善心了很多嗎 荀子呢 是孔子不能過之 這個話 當然這不是荀子自己寫的了 荀子最後面俘虜幾邊 是荀子的學生整理出來的 直接說什麼 孔子不能過之 孔子不能超過荀子 這個太誇張了 說荀子的時代比孔子的更亂 更不好 做事情更難 那荀子照樣堅持他的立場 原則行為表現如何 光天化日又如何偉大 看了就是會覺得有好學生真好 把自己老師捧上天了 老師我沒說啊 學生說的不能怪我 就明明白白擺著 我荀子比你孔子還偉大 你孔子作為列國有什麼成就 我荀子還到楚國 還當藍林令呢 在齊國記下學士 三度成為這個 就是最為老師 你看 三度可以這個是 讓別人各國的學者聚在一起 我當這個領袖 那是意氣風發 交出來兩個學生 後來荀子還聲明啊 在什麼地方 《史記》裡面也提到 說這兩個學生不算我的學生 因為你是一個韓非 事實上你就靠著兩個學生出名嘛 是不是 不然誰知道你學者是誰啊 沒辦法 這就是古代的這個歷史 我今天講這些各位知道 只有批評人性本善的部分是有情緒 其他都很理性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告訴你學者說理有三本 對啊 天地 先祖 君師 但是問題是 天地是 天上有天下有地 你再怎麼上是天下是地 這個也是用理來規範 你做不做又怎麼樣 天地有神明會來約束你嗎 沒有嘛 先祖 祖先早就過去了 你是不是祭拜他或怎麼樣 這個在後面徐子提到理論 提到其他有關記事的 像我們所知道的 為什麼古代的三連之商二十五月 就是徐子說的嘛 三連之商二十五月而避 結束 二十五個月 徐子的學問很好 這一點沒有人否認的 但是你再怎麼樣說得好的話 你最後還是回答根本的問題啊 就是人活在事業上 為什麼要行善必惡呢 你回答呀 為什麼我要學習 學習的目的是要修身修養自己呢 為什麼我要守規矩呢 他把它說成什麼 人如果按照自己本能的 一種天生的慾望 耗力 這個是物 集物 以及耳目之慾 照這個本能的衝動慾望來發展的話 結果是壞了 就根據這個來做性惡 就是你不可學不可試喔 你學跟試 是代表你後天所發明的禮義 叫你去學習之後才做到的 叫做善就是為人為的 你不要講後天人為的 只講先天的本性的發展去做的話 那就是結果是惡的 他這裡要挑毛病其實不難的嘛 對不對 你後天做的那些壞事不是人為的嗎 他認為那個不是人為的 那個是我沒有受任何教育的情況下 我就會本能有口就要吃 有眼就要看 有耳就要聽 都要追求好的東西 跟別人就要爭奪 這是徐子的理論 但是你能想像這樣的社會嗎 一個人從生下來開始就耳目口腹之欲 就表現出來 那個社會可能早就互相消滅了 那他有認為說 那個社會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 有一些禮義為人為的 使他限制住 那請問誰製作的禮義呢 聖人 那聖人跟人一樣 都是人都一樣嘛 那聖人應該也是這個性惡的 那他為什麼會能夠發明出來的禮呢 聖人比較聰明 他知道未來發展的結果不好 所以他就根據經驗 設計了禮義 讓大家來守這個規矩 社會就安定了嘛 所以要怎麼樣呢 尊先怎麼樣 容君師 君跟師 其實就是一個自君 師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但徐子認為師就是我了 就是我自己了 但是天下號稱老師的人有多少 你告訴我 哪一個學派九流十家的人 不認為自己是老師 認為跟我走聽我的沒錯 那師不就太多了嗎 多了不就亂了不就砸了嗎 但是君是只有一個喔 每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君 所以到最後徐子整個的思想就是你 你又來鞏固你的政權 讓你一個老百姓通通守規矩 讓國軍得到保障 那這個思想發展下來 當然是四個字嘛 尊君卑誠 到最後變成是法家的嘛 想盡辦法用法 用事 用術 來鞏固你一個政治的一個權利嘛 而老百姓呢你就乖乖的 照你的身份 照你的地位 守你的規矩 社會就安定 那他也認為普遍的每一個人 圖子的人可以為羽 這是徐子的話 路上的人可以成為羽 在後面也有 圖子的人可以為羽 在後面第三頁這裡 看到沒有 圖子的人可以為羽 何為也 羽一般來說把它當作後王 遙根順當作先王 所以有法先王 法後王的區分 所以孟子喜歡提到遙順 其實這不見得了 孔子 孟子 遙順 羽都提到 那尋子會特別提到羽 徐子的人可以為羽 路上走的人可以成為羽 那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有理性 可以去學習 可以知道嘛 注意喔 可以知道 你可以學習 對人的理性的肯定啊 這是古今周外都有的 你看倒數第四行 第五行 今使徒子人者 以其可以知之職 可以能之聚 本復仁義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 可能之聚 然則可以為羽民宜 今使徒子人服術為學 專心一致 師所俗察 家日玄酒 積善而不惜 則通於神明參與天地 故聖人者 人之所積而至矣 看到沒有 人可以積善而全盡 可以成為聖人 所以代表 孫子也認為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但是在事實上呢 你叫他舉個例子 由哪一個平凡人成為聖人 徒子恐怕除了他自己之外 他舉不出別的例子吧 你可以想想看 以徒子的標準 他有沒有提過任何人 他對儒家推崇去兩個人 一個是孔子 叫縱尼 一個叫做子公 子公就是一般認為是縱公 是誰 縱公就是 那是嬰 染嬰嘛 格宇第六邊 不是嬰野邊嗎 就是那個嬰 因為孔子說過 嬰野可使難面 縱公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 所以徒子最推崇的儒家 是兩個人 一個是孔子 一個是縱公 說實在 縱公也會嚇一跳 只不過忽然把我抬出來 孟子推崇了 還算是比較合乎 我們所理解的 推崇誰 推崇岩渊 推崇子路 那徒子就推崇重縱公 所以這是他們不同的選擇 所以基本上我這節課 同學們要知道 重點在於人性論 下一次上課要談到 徒子的天論 那是另外一個關鍵的詞 那麼在這節課裡面 我們聽到什麼呢 我們聽到 徒子認為自己是孔子的直接的敵傳 不能經過孟子 所以徒子就設法把孟子排除 把他的性善兩個字 當作人性本善 然後大家批判 然後他講的是 針對你我就要說性惡 其實孟子的性善 孔子的性惡 並沒有直接的衝突 為什麼 孟子的性是就心的事端來說的 所以說盡心知性之天 徒子的性是就人的本能 跟自然的慾望來說的 這兩個概念不一樣 怎麼衝突呢 這是一個 那麼你說誰說的比較對 我的立場很清楚了 我從來不願意在學術上面保持中立 我現在只是介紹古人思想 誰對誰錯我不說 我只是客觀介紹 天下沒有所謂的客觀這兩個字 客觀只代表你根本沒有見解 所以你只能夠說我敘述一下 我唸徒子的書 我當然知道它的問題何在 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談禮 談得最好 但是問他禮怎麼來的 一句話 是百王之所同 古今之所一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則有 他畢竟還算誠實 對吧 徐子的整個理論呢 不完美 為什麼不完美 你整個理論的結構 最核心的就是禮這個概念 禮儀的禮 因為人性是靠本能來理解 它是偏向惡的結果 那聖人也是人 那為什麼他能夠製作禮呢 是因為他知道這個結果對大家不好 提出禮 製作禮之後呢 大家照規矩來這是有利 注意喔 是效益主義 而不是說我人性內在就有某種要求 不是那個 完全不談那回事 當然徐子也說真誠啊 但是徐子的真誠是什麼 是讓為了真誠 是為了讓我的行為有內在的效果 叫做君子耳朵聽到了 腦袋想清楚了 行為去改變他 這當然要真誠嘛 你不真誠的話怎麼化性其味呢 始乎為士 終乎為聖人 中間的過程成為君子 成為賢者 成為大聖 你當然要能夠成 否則你怎麼會內化呢 對不對 這是徐子對成的說法 不是說你所有的行為 道德行為都要以成做基礎 他這一方面更不重視 他強調了這一方面 反而受到道家影響 他提到虛一而敬四個字 就是你要真的去悟道的話呢 你也有方法 叫做虛一而敬 這叫做大清明 我們知道有清明節 徐子說的是虛一而敬 為之大清明 虛一而敬 這四個字顯然受莊子影響 一代表專注虛一而敬 讓自己單純專注整個生命靜下來 這時候大清明就可以不會只看到欲望 而可以看到整個的一切 關於可以觀察了解整個天地 整個萬物哲哲哲 整個人的歷史 這時候你的智慧就展現出來了 所以虛一而敬的思想裡面 我們只能說材料非常豐富 文章寫得真好 基本上一般人看他的文字 看他的思想就沒有什麼招架之力 你要去說批判荀子有什麼不對 說著你看懂就不錯了 你還去批判他 但是我們學哲學 我們要看這個是什麼 你不能只告訴我如何學習修身 如何去雄規道局 一輩子好好過日子 維持社會的安定 你不能只告訴我如何做 還要告訴我為何 因為在世界上很多人 他不照你那個做嘛 他自己兩個學生都走到法家 他自己都要否認說 這兩個學生不能算我學生 對不對 代表你那個如何只是一個方法 為達到效果這個方法 只是一種選擇而已 很多人是你那效果結果是好的嗎 好 那我為了結果怎麼樣呢 我可能不擇手段 所以你給我的只是手段之一 我為什麼要照你那個做呢 所以除非你能告訴我為何要修養 那就不是手段啊 為何要修養講清楚的話 要求來自於人性內在 目的也是要完成人性 而不是達到某種外在的 所謂的穩定社會的秩序 不是那個 因為社會的秩序 作為安定的社會 根本永遠是相對的嘛 對不對 所以循子的做法 根本是在古代的這個 用蘇格拉底的比喻來說好了 凡是這樣的一種思想 到最後都是竹籃沉水 我用竹籃子裝水 水通通漏光了 竹籃沉水 永遠打不了水 所以循子的思想沒有什麼出路的 你再怎麼說 它只是反映著 當時戰國時代末期 一種儒家思想的一個發展 把它落實在許多具體的條文裡面 你唸循子的時候會覺得 哎呀那裡面好的詞句啊 太多太多了 你要成為儒者 有哪些做法 你在哪一方面可以整個什麼修養 那個你真的要去做做不完的 反正循子是一個老師嘛 教別人做 那他是很在行的 那效果怎麼樣的話 你們永遠做不完 你就慢慢去揣摩吧 反正基本上 這個是不容易 思想講一個系統 所以這是循子這邊的說法 希望同學們有材料自己去看一看 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知道循子為什麼提性惡是針對孟子 這是適度提到孟子的名字 這非常清楚 而他故意把孟子說成人性本善 是他的問題 代表他在學術上呢 只求勝過對方 而不去注意到對方的一個什麼立場 如何理解 這在學術上來說是有問題的 但他自己本身的成就 是在於對理的建構非常完美 但是就找不出最後的根源 在儒家裡面講理的話 我現在考你們 孟子裡面怎麼講理 開始怎麼來的 商理 同學們當然不知道 念書 念書 再念書 你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這些書你們不念誰念呢 孟子說有一個人啊 父母親死了 就按照當時的習慣 把父母背到山裡面丟在山溝裡 過幾天上山的時候經過一看 哎呦 狐狸在吃他的屍體 蒼蠅蚊子在盯他的這個屍體 臉上就冒汗 這汗什麼汗呢 不忍心的汗 看到父母親的屍體樣子還像 想到小時候父母把我生下來 把我養大一輩子的父母親 健健康康的 現在老了死了在水溝裡面 被狐狸吃他的屍體 被蒼蠅圍著盯他的屍體 心中不忍就冒汗 立刻把他掩埋 孟子說這樣就出現了什麼 商禮 父母過世把他掩埋 你看孟子講得多麼親切 孟子見過沒有 當然沒見過 那是福西寺之前的事情 到福西寺是不一樣的 福西寺之前已經有那個 用茅草把人蓋起來了 不封不樹 這在戲子傳裡面說得很清楚 到後面才把人用棺材裝起來 是哪一個掛 也不知道 這要靠你們太容易了 學生如果讓老師覺得害怕 學生才有辦法 我對你們沒有什麼敬畏之心 孔子說的後生可畏 後生可畏 所以焉之來者之不如今也 我們學習一定要知道 倒倒實實念書 你開始念會覺得 念書毫無意義 我也常這種感覺 第一個書念不完的 你也不知道念哪一本書比較重要 每一本書看都差不多 你無法判斷 但是你一定要從這裡面慢慢磨練 先念經典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到倫雲孟子 講到荀子 荀子裡面只要你讀兩邊嘛 其實你有空讀讀 讀讀勸學啊 很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時間的關係 上到這裡 我會想要你再講到我 你再講到我 你會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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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要你 你會想要你